為甚麼重要呢? 我用一個情況告訴大家 我相信大家可能聽過或者經歷過 戀愛和結婚的分別 很多人在戀愛的時候會怎樣呢? 那個男性就會很耐性跟女性交通電話 交通很耐性都不要緊的 一路聽下去很灰心 那你會陪她去哪裏 去哪裏玩啊 跟她聊天啊 那個女性覺得很被愛 很期望結婚之後都是這樣 而同時女性亦都很溫和的 不會暗暗沉沉的 通常都是說一些說話 令男性覺得很被挑中 很舒服 但是都會戀愛下去了 或者結婚之後開始有點不同 因為那個男性很多時候會這樣覺得 我和你結婚的日子 吃飯就是愛你 那不用經常都說我愛你 不用經常都陪著你 不用經常都做些甚麼動作 總之我和你一起就是愛你 但是女性可能覺得不滿足 因為為甚麼呢? 有些事情跟她說她又沒有甚麼反應 又不會怎樣溝通 她有甚麼困難 男性亦都好像好像沒事的 不要緊要啦 不要緊張啦 於是女性就覺得不開心 不開心她開始做了甚麼動作呢? 開始暗沉 一次不聽說兩次 不再不聽說三次、四次、五次 那個女性就覺得 嘩 我這個太太由一個很可愛的女性 很溫柔的、少了些人的女性 變成一個暗暗沉沉沉 長氣的 長氣火 嘩 她又不喜歡 太太也不喜歡 但問題在哪裏發生呢? 一方面就是大家 不了解男女的分別 因為男性通常是不喜歡 那麽長天講話 或者什麽細節要慢慢談 那她的耐性可能沒有那麽強 我不是說所有 就是普遍的 就沒有耐性去溝通 而覺得情緒沒有了所謂 又不用想了 怎知你放開懷孕就可以了 那她沒有明白 原來女性是很想男性會聽她的說話 她覺得很浪費時間 聽她的說話 怎知要用手機 或者開電視 一邊看著波 你現在講 有什麽要講 快點講 那麽時候女性覺得不被尊重 那這個是男女的分別 如果明白的時候 男性多些聆聽她的太太 回應她的太太 而她的太太也都知道 重複是會產生反效果的 對丈夫和兒子一樣 你重複三至五次 不代表她聽 她會更加turn off 你一講話 她就馬上關機 關了耳朵 你說什麽呢 她就當作是雜音 那麽時候大家的溝通 越來越不長快 那麽曾經有些太太跟我說 她說我都沒有跟丈夫聊天 因為跟她聊天 就是跟同場聊天差不多 就是沒有什麽反應的 好了 那麽情況做成什麽後果呢 夫妻不和 不開心 就只是大家一起吃飯 沒有什麽說 說的只是一些家常要處理的事 但除了之外 外心有什麽感覺都很少溝通 這個是很多人 有的情況 不是個個 有什麽希和這裏中間的 婚姻不是這樣 或者不只是婚姻的 在工作相處都會是這樣 有什麽樣的 有什麽覺得很麻煩 就不想跟她溝通 那我現在的這個主題呢 是會講到 怎麽樣跟人溝通 能夠呢 祝福人 當我要處理事的時候 怎麽處理 怎麽說些溫和的說話 那我感激住 我太太非常愛我 很多時候我都會用 就是講出我和太太的關係 為什麽呢 我都是以身作則來鼓勵 那我太太說了一些事情 很多跟我無關的 講她的工作實力困難 我都會聆聽的 我會說 這不關我的事 你跟我說什麽用 我不會講 我總是會聆聽 會關心 但是我不是要教她 她不用教她 她會有聰明智慧 除非她問我 我會怎麽做 如果不是呢 我就是聆聽 我知道她的困難 我關心她 她是覺得舒服 而我覺得有困難的時候 她亦都不是不斷去教我 還有她亦都不會堅持她的看法 有些太太懂的 她提出去看 她的帳號不聽 那你不聽就是不愛我 人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其實不是一定要同意 才能夠同心的 我們可以不同意都可以的 我們會看一看 為什麽人在溝通上 有這麽多的困難 我們怎麽靠主耶穌得勝 所以這麽要明白 就是人在意見上容易犯罪 是容易的 真的隨後一句說話出來 譬如有一個人撞一撞你 真的有些人 他是會很 很有修養 也就是耶穌裏面 很有平安 那他就說不要緊 但是有些人 看到他撞完又不出聲 心就有一點鼓勵 第一 就是有一點鼓勵 因為是犯罪的 因為心懷不停 然後有時他會聽一句 總之都不說對不起 然後他就說 何時撞到你有什麽大件事 然後他就兩個吵架 在巴士上大家有聽過兩個人吵架 有時就是這樣 就撞一撞 那個人吵架爆到下車 另一個人又不肯停聲 一會吵 一會吵 一會吵都不停 那這個情況就是 因為他的心裏面 有一種憤怒 就在這些相處上表露出來 而當我們學好這些的心態 首先有這個生命 我想祝福人 第二個這個方法 怎麽可以和他溝通的時候 我們整個人的生命 才能夠提升 我很感謝主的神經 我很想教導 我很會教導 那如果我代仁哲物 說話的時候 隨意的衝撞人 一定神封殺我所有事物 我是靠主 不要緊 有人說錯話 不要緊 如果我說錯話 我會盡快去盜滅 去認錯 去處理這個關係 那為什麽 就是言語上有很多問題 因為原來很多言語的傷害 是由別人的處外來的 大家這個圖都可以看到 一個就是小朋友笑 另一個小朋友 大家小孩都被人笑過 甚至不是小學 中學都被人笑過 上班被人笑過 跟朋友相處 很多時候 有一種文化是什麽呢 幾笑文化 大家有沒有經歷過 他們覺得 沒有話好談 說話 要疾一下對方 經常都說正面 好像很老套 就是我在以前讀書的時候 有些同學經常都是疾我的 那我就會有一次想 不如我也疾他 但那時候我覺得 這個都不是一個好的事 我就選擇和他這樣疾他 但這些同學幾十年之後 又不是這樣疾人過 始終是用這個方法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聽到 父母罵子女 其實是需要罵 需要指責的 不過是用什麽方法 只是指這個行為的錯 是應該的 但如果連人都罵了 你就真是沒用了 你真是蠢 生理呢 生理差事更好過生理 那這些是人生的攻擊 這個並不造就他的 那這些就會造成傷害了 其實凡是我們指責 都一定感受他一定有不舒服 我怎麽認為他會覺得舒服 而去引導 因為我都會講到 需要指責的時候 有什麽方法 怎麽令到他覺得被接難 我們一起講一下真言十二章十八節 說話 大家有沒有試過被人刺傷 那些說話 我解釋啊 我怎麽笨啊 那麽想不到啊 那麽論盡啊 我聽過那些說話 我真的大家都聽過 好像把刀刺下去 那些說話 他就覺得很對 你真是論盡啊 明明爭議本的東西 早寫過 但是人有時就會做錯 做錯的時候 每一說句 那麽論盡啊 你的心就很不舒服 整頓飯都沒心機吃 然後整頓都沒心機 那麽這些說話 那麽這些說話 這就是這些 浮醋的說話 那麽笨啊 那麽論盡啊 被你激死啊 你真是煩死人 這些說話 很多人認為是正當的 但是人都會被人刺傷 很傷心 在裏面覺得 唉 真是很慘 人是我們開心的內容 不過也是我們痛苦的內容 那麽很多人呢 那麽很多人呢 是我們的開心的內容 那麽很多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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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不了呢 就會 生命都會一直有 傷害了 人很容易 跟世人的方式去取笑 或者傷害人的 這個是 文化 那些電影都是這樣 那些電影都是這樣 那些文化都是笑人的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造成了一些傷害 所以這些圖呢 我們真的是要小心 就是很簡單 他生得這麽胖 那你真是說他 他真是肥的喔 真是肥的 但是你說一句話出來 他聽到呢 唉 很傷心啊 因為他要知道 他自己是肥的 他也想減肥 但我減不到而已 那當你說話一句的時候 就不造就他 他只是覺得更加傷心 那很多人都覺得 那就是 要說他會發給一套肥仔 那 那有些是不介意的 不過有些人是很介意的 還有呢 人是很容易指責 小恩典的 很多說話 那兩夫妻相處 我曾經做過很多的婚姻輔導 那我 講他為何要講恩典的說話 而講律法的說話 如何猶和 如何引動 但是當我現在 兄弟呢 那他講了什麽說話 他不會改的 他不會改的 他不會跟你的 已經是一種指責 人們很多時候很容易合口 就會出指責的說話 批判對方人 這些說話 其實是令到對方很傷心的 還有跟精人比較 你看人多厲害 讀大學 你做什麽 你讀書什麽都不成 做事都不成 洗碗都不乾淨 但是什麽都不成 那麽時候 另外人覺得不如人 有很多人聽的說話 都是覺得自己不如人 其實我們越是這樣比較 他越是蠢的 我越欣賞他 他越是聰明的 還有有時人真的很突然刺傷人 好像箭豬那樣 這是狗來的 我經過就是狗來的 被箭豬刺到全面都是那些箭 有些人相處 你跟他相處 你刺到全面都知道 刺完真的很辛苦 我們想做這麽的人 要是真的小心我們自己的說話 下地先看 人說的說話就是 傷害性的話 就是魔鬼用的火箭 因為以不所知 六張獸子的話 一句話 此外又難著信德 當作頭殘 可以滅盡惡者一切的火箭 這個火箭有很多種的 魔鬼用很多方式攻擊 我覺得最常見的一個方法 就是人的傷害性的說話 跟人相處的時候 他講一些傷害性的說話 人就覺得 我真的沒用了 我真的蠢了 我什麽都做不到 沒有人喜歡我 我不會成功的 這些說話就在裏面 魔鬼用攻擊 他就會覺得 我沒有用了 我不行了 我不能發揮的 這就是魔鬼給他的攻擊 所以聖經說到 火箭說到 信心 我相信神內 我無論人怎樣罵我 我都是 我是很貴的 無論我講的 現在來說多不成熟 我做了多不成熟 依然在神裏面 我有探望 這一點很重要 我善事都是這樣相信的 無論人跟我講什麽說話 我都是有萬王 神在我生命中 有奇妙的紀錄 我深信的時候 人講什麽說話 就不會入我的心 不過我都講 我曾經被這些說話入過心 很長時間 曾經很受傷害 那時我未懂得怎樣處理 曾經有人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有時說話 有些人不說話 都是一種傷害 我曾經在讀聖兵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神學生 他因為他繼續讀神學 他就沒有時間 他就負責一個教會 裏面的兒童崇拜 他就說 你願意做這個兒童崇拜呢 那我說我願意 那教會是有少少的籌謀的 那他就教我怎樣做 那我就開始做了 那我做了幾個禮禮之後 開始發覺這個姊妹 開始不採望 我叫她也不採望 那我真的覺得 為什麽是這樣的呢 那我見過 我見到她每次都不採望 我就打電話到她家 接電話到她的丈夫 我就跟她的丈夫說 我就說 可不可以和你太太聊聊天 她說 你什麽事啊 那我就說 她這陣子沒有採望 我不知道為什麽 如果我做錯 我請她不採望 她說沒事沒事沒事 那她就不肯讓她的太太說 那我心呢 真的 很久都很 她心很凹 為什麽會這樣的關係 為什麽會變成這樣呢 那我呢 我真的又 過了很多年之後 其實我發覺 很多的傷害 我都一直處理 甚至是神 放手 對這些事放手 過了很多年之後 我認識一個 另一個的陣兄 他也是一讀的 他又讀五道 他又做輔導 我說 你現在認識做什麽 他說 我現在在一個輔導的地方 在做事務 他就告訴我 我現在的負責人是什麽名 我一聽 就是以前那個姊妹 那我就說 你們合作怎麽 他說很辛苦 他說 因為她時時都會說傷害的話 我們個個都很辛苦 我聽完呢 我心裡就說 我明白當時發生的事 就是說 她原來這麽容易生氣了人的 但是我又不是認識她 我只是祝福她 但是我明白 有時我們受到一些傷害 是因為她本身的聖情 或者她本身的傷害 她就嫁禍在我身上 將她的傷害 把她的傷害給人身上 如果我把她的傷害 我就很笨 所以我說一句話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不要拿屎上身 她把她的傷害 把她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如果我有錯 我認錯 我願意認錯 但是如果不是我的問題 然後她繼續拉我的時候 我只能夠放手 所以有時說話會傷害人 不講唱都傷害人 我會不采理 才會傷害人 那我說 有這個信德 當作彭牌 我相信神愛我 神祝福我 就算人見到我不好 說什麼說話 或者不采理我 我依然是無謂 不過我想說 是很難處理的 是需要一段長的時間 不斷接近神 耶穌慧給我 多謝天會 讚美天父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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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詩歌很好 唱歌很好 唱歌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放手 那盡量一想到她 盡量祝福她 看上去 即是說她都受傷害 所以她會傷害人 那我就不用介意了 那這個就是信德 我相信神是祝福我的 那這樣就我們一個個處理了 還有很多人都會傷害人 因為她信了一些謊 什麼謊 她發怒 我一定要發怒 她犯罪 是不是我一定要犯罪 不是一定要 但是很多人就覺得 她生氣 我就要生氣 我就要罵她 她犯罪 我就要跟著她犯罪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大案 那我希望大家明白這一點 我們就不要相信這個大案 那很多人相信的大案 在這裡寫出來 交叉就是普通人想法 但不應該做的 人罵我就要罵他 人做錯事 一定要責備他 不合我心 就要針對他 這個人經常都不合我心 要針對他 如果我有一個怒氣 就要向人發洩 有些人想想 不磨是 我就要沉悶和發怒 就不開心了 這個是一種謊 結果是怎樣呢 關係越來越差 人更加不合作 你越生氣他越不合作 你越發怒你 他越不聽話 他越針對你 問題沒有解決 問題更加嚴重 和生命的破壞 所以我們想改人 幫人 就不是要發怒 不是用尖銳的說話 好了 言論上 為何人會犯罪的原因 和後果是甚麼呢 因為 人很多時候 內心的心態 不知不覺 就影響對人的態度 不知不覺 就會影響的 人有憂傷 有負面的時候 他的說法就會很負面 和憂傷 大家會接觸到一些人 他們會說 唉 真的想死了 唉 沒用了 你都不是愛我 你都不是關心我的 你是對我不好的 有些人總是說話 總是說一些負面的東西 因為他的心是這樣 於是我們聽完 心就會受傷後 這個是我們需要學習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另一個愚美主義 為甚麼洗腦不乾淨 為甚麼不擺好 為甚麼沒有做甚麼 甚麼都說出他的錯處的時候 他的心裏 其實這些不理自己的人 他自己都很多不開心的 他自己覺得自己不完美 他自己都很大大 所以原來 人的說話 來自他內心的不平衡 和不健康 他不健康 他就會影響別人的 他的說話就會影響別人的 正經講到的留言 在哪裏 《路加古音道4》5-1來讀 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 就發出善來 樂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 就發出惑來 因為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 右邊的圖就講到 人是有愛心 有存孤心 愛主愛有愛心 他的心裏總是善良的 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 就發出善良 有些人以為這些是包裝 有人這樣說 可以了 我到時包裝好了 雖然我摸他 不過他包裝好了 但其實包裝好 都會顯露出來的 因為心不喜歡他 一個眼神 一個表情 一句話 和態度 都會顯露出裡面的心態 如果我們祝福人的時候 你會發覺他講什麼話 都會令他不舒服的 是祝福人的 這個是我們需要培養的 那我 那就是主要 我見到人 三不識得也好 今天在網上很多影 見到很多人等我 我都是很樂意幫他們的 很樂意 是完全沒有更加回報 因為我知道神會祝福 神會喜悅 我總是祝福 那內宗有時有些人 幫忙都幫不了 幫忙都幫不了 心有點不外凡 唉 為何幫忙都不聽話呢 但是我心裡也告訴自己 是他的問題 我不要生氣他 不要放棄他 不要小看他 就是我心裡總是祝福 總是尋找方法幫他 雖然他可能對他的態度不好 我依然尋找方法幫他 這個就是 他心裡的善和憐憫 就會在他的怨意和態度流傳出來的 好了 樂人是怎樣呢 在罪裏面 憤怒啊 不開心啊 看小人啊 貪錢啊 自我這些 就會不自覺 在他的怨意面裡出來的 因為人的心態 貶低人的心態 覺得呢 那些人是蠢的 沒有用的 唯我獨尊的 有時大家都會 接觸到一些人 好像全世界看法之後 他一個看法 哭了 全世界都錯了 就是他覺得 人人都是 人人間醉我獨醒 就是個個都醉了 只有我一個醒 就是一個 其實這樣的時候 其實他醉得更加深 他自己不知道 那你都 鑿莫一人的錯呢 就會容易發怒 或者發怒了 他說這個 這個是改裝的貓 不是真貓 就是人的樣子 做一個很生氣的樣子 做一個老的貓 就是人呢 注目在人的錯 但是很多人都說 那他錯 當然注目在他錯 注目在錯 出個說話 就會受害他 你不夠好 你愚蠢 你沒用 你不及你弟弟 你做錯事 你不得罪我 我們需要怎樣 接受一定的 諾話書 三分十節 有經文一隻 沒有二人 連一個也沒有 下面又是經文 本在世上 需要接受沒有原理的人 這個世界上 是個個都不原理的 所以他講錯話 不要緊要 不死得 他說那句話 那句話不是跟實你的 在空氣中 消失了 不放在心裡就可以了 不過很多人就不行的 他說那句話 生活又懷恨 一直懷恨 還有傷害性的事 帶來什麼影響 比如我們講傷害性的事 帶來什麼 破壞人際關係 會被孤立過 沒有真正的朋友 和婚姻會有問題 教會會分裂 有時候教會就是 因為一個人和另一個人鬥 鬥完之後 他拘捕了一班人 跟他一趟 就和另一趟對方 有時候 教會可以分裂 我自己親眼看見教會 因為人的問題而分裂 是人的問題而分裂 或者整個心裡不夠破壞 所以呢 主義言語是非常之重要的 還有一個最嚴重的後果 在馬太宇章22節一起讀 指示我告訴你們 凡向帝興動怒的難免受審亂 凡馬帝興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亂 凡馬帝興是摩利的難免地獄的火 拉加是甚麼意思呢 是一個藐視的說話 即是說人沒有價值 摩利就是蠢 耶穌說 你向人動怒 難免受審亂 他說沒有人會發怒 人也會發怒 我們會發怒 我們會發怒 灰鬼求主赦煉 做災線就是求主赦煉 人人都會的 他心裡面生氣 我們就是求主赦煉 而正經在說的是甚麼 罵人是蠢才有甚麼後果呢 大家沒有罵過人是蠢才 你真是蠢 你真是沒用 難免地獄的火 意思是沒有灰鬼 即是說 這個罪可以叫我們落地獄 任何一個罪可以叫我們落地獄 所以我們需要灰鬼求主赦煉 或者我心裡想人的蠢才 都是需要耶穌赦煉 都可以叫人落地獄 即是你的心裡真是蠢 你甚麼學都學不到的 為甚麼甚麼都不行 做甚麼這個論文 心裡面這樣判斷 已經可以落地獄 所以我剛才幫我們知道 原來人的心 那些罪呢 人們覺得 很多人的官僚是甚麼呢 犯罪就是犯法 我沒有犯法 我沒有犯法 沒有人抓我去坐牢 但是聖經講的罪是甚麼呢 任何心思言語行為 為甚麼神的標準這麼高呢 因為神是聖的 任何的罪不能接近他 任何一樣的污衛 任何的去絕人 看小人 全部都要接受審判 所以我們需要在神面前 背後求主射禁 那你說 神到公尼粉 我們怎樣達到呢 我們達不到我們求主射禁 射禁之後呢 我們就求主幫我們 盡力去改善了 去盡量改過了 好了 我們又看看神的說話 是甚麼樣子 有些人就 專門找到神的那些 警告 懲罰 聖經也有的 聖經也有的經文 不過聖經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恩怨的說話 也都在所有審判的說話 神就說 你們回頭 何必死亡呢 即是神一樣是給恩怨人的 馬泰國一二節 五一九經文就讀一下 女兒放心你的信就要來 那時候女恩就傳染了 這句說話很特別的 這個女人呢 她是秘密摸耶穌 為甚麼 因為她是不潔淨 按照舊約的律法 她們有這個抵鬥的 是不潔淨 不可以接觸其他人 好像我們今天現在 擔心這個疫情 不可以隨便接觸人 她們來說是因為律法的緣故 但是這個女人 因為她很絕望 她不接觸耶穌就得不到醫治 那她就秘密 以為想著沒有人知道 但是她秘密過程 一定接觸了很多人 然後才遇到耶穌 是犯了律法的 所以耶穌問她 哪一個抵鬥她 她不敢出聲 後來耶穌說 總有抵鬥她 因為有能力她失不出去 這個女人在上面說 她就戰戰兢兢地承認 她很害怕 但是耶穌說什麼呢 耶穌說 你有沒有搞錯 你為什麼會這樣 你知道你犯了律法 耶穌的說話是非常安慰 女兒 放心 那個女人一聽到 為什麼她叫我做女兒呢 她的心裡也很震驚 為什麼耶穌這麼偉大 為什麼會叫我做一個女兒呢 其實神叫每一個都是她的兒子 神叫每一個 你是我的兒子 我的女兒 你不用擔心 我很疼你的 這個表達到 神很想和我有親情的 那種的心態 神隨時都是 所以我們討告 經常都說 神現在是很寬理我的 有些人說 不是的 你自己壞的 神經說她是真的愛我們 當我一親近她 真心悔悔 真心信教耶穌 全世界 全個天堂都為我們歡喜 我們愛神 神為我們 預明眼睛未曾看見 以朗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露的恩典 神是很歡喜人 真心親近 就算我們未夠好 神也會歡喜 所以 你提到真心耶穌 你就說 神現在很歡喜 就令到我們的心裏 放鬆 深信 神真的要安慰我們 然後耶穌說放心 就是耶穌關心她的感覺 放心 不用緊張 不用怕 他說你的信夠用來 不是你要靠行為 你一信靠我 信心 就是你不用做用來 你信靠我 你信靠我 我就會敬你 我就會祝福你 所以 彭永樂說到 神的屬性 主接入祂的女兒 主耶穌接受祂的內疚 接受祂的無助 接受祂的懼怕 而耶穌用到祂很舒服 我們看到耶穌說出來 就是令人很舒服 比較快要求耶穌 耶穌說的話 一起讀 老家 二十二章三二節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實用信心 你回頭以後 能堅固你的弟兄 如果 正要做一件好錯的事 或者是 做了一件錯的事 人會怎麼反映 人會說 你會搞錯這樣的事 都能夠出 但耶穌說什麼呢 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實用信心 耶穌的心總是祝福 我為你祈求 叫你不要實用信心 叫你仍然在我的裏面 我關心是你仍然在我的裏面 我不是關心你做了多少個錯事 我關心你仍然在我的裏面 我就為你祈求 那你回頭之後 你就編告你的弟兄 因為耶穌看起祂 雖然你曾經否認我 但你會被提升 你要祝福其他人 在那時候 耶穌已經對祂折留 詩篇56篇第8節 這裡是神所說的話 詩人所說出神的心態 這是大衛的詩 一起說 我幾次流離 你都記數 求你把我眼淚 裝在你的皮外裡 這筆都記在你的筆字上嗎 大衛會和神有物質關係 所以在詩篇22篇 他能夠說出 耶穌這十字架的情景 他會摘到我的手 他知道耶穌將我的手的鼻子 聽穿 分他的愛 因為他的內衣招求 耶穌都知道 而且他知道 耶穌會說的 我的神 我的神 你為我離棄 我在詩篇22篇 說出耶穌這十字架 但他和神有很密切的關係 他知道一件事 他說我幾次流離 神都記數 神都記得 求你把我的眼淚 裝在你的皮外裡 神要記念我們的眼淚 我們的仇苦 這筆功記在你的策子上 是記在你的策子上 我認識兩個人 有上天堂的經歷 這個作者是作為參考 兩個人都是因為祈禱安靜等候神 然後神賜給他恩典上天堂 不是每個人都有 我自己祈禱很多 我都沒有上天堂 不過這兩人都有 他們有一個經歷 這個作為參考 他們見到天堂有一本生命冊 他自己的生命冊 當他打開的時候 他見到有動畫 是他以前的生命 還有旁邊有手筆 是神的手筆 寫出神的回應 其中一個人說 我小時候 他說我都不記得這件事 但我一看我就記得了 他小時候 他的媽媽 因為他要在很冷的地方 在他漁航做工 以至他開始癱瘓 他要回鄉下去求醫 他就把女兒 因為女兒帶他出去城市那裏 上課 他就叫女兒留在那裏 他就給一份 即食見幾句 他媽媽的心態就是 我醫好我就可以幫你 我醫不好我都不記得你了 這一盒 這一盒即食見 是我最後給你了 他就很敢說 他就說我回鄉下 那女兒就 發覺我媽媽 為何他這麼久都不回呢 後來有一天 他去即食見被人偷了 沒有了 他很害怕 那天哭哭哭 哭得很厲害 他在這本生命冊 看回這個程序 他看到他自己就哭 然後神寫什麼字呢 就說到 我知道他很憂傷 很痛苦 他說 我定義現在截他去天堂 讓他不用太痛苦 但如果截他去天堂 他就做不到我 在他生命中的計劃 神是有計劃他以前會有 原來當我們受傷的時候 神是記數 這個聖經有講過 有聖經跟他 神會記住 寫在他的策上 所以神是很安慰 他知道了我們的經歷 知道了我們的感受 神很想告訴我們 你痛苦的時候 我不是不理你 我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我會幫你 你只要親人我 我一定會幫助你 加累給你的 這件事真的很有安慰 這個世界就是 沒有人能夠拿到這件事的 有哪個人可以說 你受管時我和你一起 你受管時我可以幫到你 安慰你 做不到 但是神可以做到 我可以告訴大家 神真的裡面 神信是 他的口信是出恩言 神口所出 信都是恩言 是不是很漂亮 很喜歡神 我很喜歡神 我一想到神 我就心得歡喜 因為世界上沒有人像神 我太太真的很好 不過 跟神都是距離很遠 她對我真的很好 但她做不到神 做很多的事 我欣賞 我有大家的神自給我的 但我最欣賞的是神自給 所以神之後 我受傷的時候 你會背叛我 現在我們有很多困難 神陪伴我 只要我們信教她 一定有出路 這個苦人 又是做錯事 我們有沒有做錯事呢 耶穌的說話 並不是定他的罪 一看八章十節 耶穌就靜起憂來 對她說 苦人 那些人在那裡 會有人定你的罪嗎 她說 主要會有 耶穌說 我又不定你的罪 去吧 從此不要再犯罪你 我們看到耶穌 是告訴她 我都不定你的罪 所以我們做錯事的時候 有很多人說 我不敢祈禱 因為我犯了罪 我不敢祈禱 但其實神最想我們 就是當時祈禱 神是一個最能夠 接納我們的神 大家會發現 那些小朋友 他做過事 他不喜歡找爸爸問 他問誰 找朋友 那些朋友 你跟他講 那些朋友不會罵他 朋友會接納他 但有時候 告訴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很快罵他 你有沒有搞錯 為何要做這種事 為何要搞到這麼多問題 所以我們自己小心 就是我們這麼快 靜去聚 他的心就不怕 他不敢找我們 但我們的神在一位 真是即時 是會嚴重我們的神 當我們真心悔改 我們想耶穌 射命為 他一定射命 那我們用一個比喻 神的射命 就像你開燈 你開燈 你開燈會不會有個燈 那天說 哎呀我今天沒什麼心情 我不開燈給你 會不會 不會的 你開燈他一定會 他會為我 神的一樣 我們真心悔改 神一定射命 是沒有為外的 神不會說 我今天沒有心情 還有你開燈的 我已經不射給你了 神不會這樣的 神永遠都是接納 和射命 所以神真的是很好的 那 記得第一次見耶穌的時候 他又覺得自己沒有用 他一見到耶穌一吩咐 叫他們把他往上右邊 馬上往了很多魚 他就馬上反應 路加坡五張八折 伸門禮德 旺見 就苦服了耶穌七前說 主要離開我 我是他罪人 耶穌對身的意思 不要怕 從今以後 你要得人 耶穌說 不用怕 因為要怕 他內閣 不用怕 從今以後 你要得人 所以如果有人做過事 我們嘗試跟他說 不要緊 你真心悔改 神好喜悔 我都喜悔 你將來可以神用你的 神會提升你的 他又被安慰了 神會欣賞 神師記 錄了十二節很特別 耶穌的事長 基建典禮德 對他說 大林的勇士 耶穌要離開 其實他打仗的時候 不是基建厲害的 神給他的方法 有一個火把放在瓶裡 一打破瓶裡 有些火把出來 然後 人家很害怕 他走光了 他不是他的大林 但是神會欣賞 他是大林的勇士 神的使者 稱他為大林的勇士 所以神可能稱呼你 有信心的兒女 服侍我的兒女 愛我的兒女 神會這樣稱呼我們的 很感謝主 我講了一個經歷 我剛才講了一個人 上天堂 他就上天堂 他又見到他的心靈策 另一本 一本心靈策 上節紀錄策 因為我是幫他靈靈更新 他就跟耶穌講 耶穌我想看一下 以牧師那本 耶穌就拿了一本 就是我的 賞賜紀錄策 他見到時候 他又不是厚的 包金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很特別 他在面上寫著 我的愛子 由我的名 我看到我很感動 多謝耶穌 我有這麼多失敗 這麼多軟弱 但是你不計較 你就是記得 我所為你所做的一切 我心很感謝神 神每次我做祂的愛子 我很歡喜 其實我們每個都是 我希望我們都有這個信心 我們都是祂的愛子愛女 神會很欣賞 神會一直看我們 神會一直看我們好 神會看我們好的地方 做得不好 就求主聖明神就很歡喜 我們有信心 神會每一次聖明神 神一定是祝福福的 神一定是祝福福的 這個法派十七章二十節 有些人說 耶穌都指責不好 我們看看耶穌指責不好 我們看看耶穌指責不好 之後說什麼 耶穌說 是因你們的信心少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有信心 還有一粒戒菜籠 就是對這座山說 你從這邊到那邊 攀入你過去 並且你不會有 見不難做的事了 耶穌說 因為你信心少 所以不能夠趕這個位 但是你有信心 還有一粒戒菜籠 都留在如山 所以耶穌就算指出人的錯 他立即被人盼望 他不會說 他不會這樣說 他會說 你有盼望 你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所以我們多一些對象 你說 你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神在你身上 有平衡的計劃 有戒菜籠的信心 能夠移山 但是這些都是耶穌山 我們不讀了 耶穌山 放棄耶穌 放棄神 但是神說什麼 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疑慮 好像沒有雞馬 小雞兆 聚集 在翅膀之下 指示你的疑慮 不願意 即是 他們有奉勸神 但是神都依然是想他 招聚他們 所以看到神那種 對抗拒的人 都依然是黏忍 好了 我們去到最重要 如何講究究人的好話 為什麼很多人 不講好的話 因為不服氣 他對我不好 我怎麼可以對他講好話 所以這個一定要處理 而聖經說你怎麼論斷人 有必怎樣被論斷人 你用什麼良氣良級人 有必用什麼良氣良級人 有必用什麼良氣良級人 就是說我們怎麼對待人 神要用這個對待力 我們如果不服氣 神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對待力 我們就說神啊你幫我 不服氣反而損失更多 以不所輸至有十五節 唯有愛心說成實話 這個說法很簡單 很多人說成實話 不過沒有愛心 沒有想到他的感覺 其實只要想一下他的感覺 我講什麼話 其實想一想自己感覺就可以了 我們做錯事 我們喜歡別人怎麼講話呢 我們做錯事 是否喜歡別人說 你沒用啊你蠢啊 你做什麼 做錯了 你犯罪犯都多重要 是否想別人這麼講話呢 那些幫到我們的人說的是怎麼講的呢 他們都是通常有接默的生意 先想一想他們說話 帶給別人的感覺 要傷害他 控訴他的時候 帶給他什麼感覺 而有一種想令人舒服的心態 增言二三二五節 你要使父母歡喜 使生理的快樂 這裏可以講到使父母開心 聖經說想想令我們父母開心 都包括其他人 沒有理由只是父母開心 其他人會令他受苦 神的心態是想我們認人了他開心 那有些人說 他是不好啊 那我怎麼令他開心呢 他不好 但是我們可以關上愛心 令到他開心 然後慢慢引導他 那個重點就是怎樣引導他 這是我會講的 就是你不需要講到 但是兄兄弟有 我為你愛心帶有快樂 帶得安慰 恩重性和心從你得到你卓拜 就是原來我們的生意 可以令到人開心的 我們做一個令人開心的人 而下面這一句呢 就是我們說說話 浮糟如糟之人 但是智慧的舌頭 它是依人的略略 原來我們說好說話是依自人的 有人被罵了很多 然後你跟他講話 我愛你 我關心你 耶穌愛你 我看草你 他會覺得被安慰的 所以我們安慰人 是良弱的 那我們應該學第一 講恩典的說話 神有恩典的說話 神有個佳的說話 所以講恩典的說話 我們一起奏讀 我關心你 我欣賞你 你做了美好的事 我珍惜你 你是寶貴的 你有很多長處 神會使用你 你有心幫助的 都是講恩典的說話 還有你有盼望的 你可以做得更好的 你是寶貴 你是重要人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不過很難出口 有些人甚至說 麻煩你回家 和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太太 但是多謝他們做過的事 哇 大家一起這麼多年 都不用說多謝的 但是其實他聽到 是會很歡喜的 很多人都覺得 經常在一起 相處心地 說這些話 那些客戶 應該說的 我和太太經常說的 我們經常說多謝 好了 律法的說話 都可以說溫和的 但是有些 就用指責的方法 我們有講出幾個方法 一個探討 引導 教導 吩咐 指責 都需要有時用的 我們一起說 為甚麼探討 我們怎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你想不想處理這個問題呢 這個探討真是一個方法 它就是引導它 我為甚麼解決這個問題 你想處理這個問題呢 你覺得這個問題存在是不是好呢 需要找一個方法呢 這個就是引導 引導甚麼重要性呢 就是我們尊重它的智慧 不是覺得它是蠢材 你想不到東西的 我們一起想想 你覺得有甚麼方法 是尊重它的智慧 現在它說出來呢 然後跟著我們就說 你想得好啊 你真的有好的主意 那你覺得可不可以做得出來 就不要用啊 那你要做啊 那你又不聽話了 那你覺得有甚麼方法可以做啊 你想不想做到啊 做到甚麼造業性呢 總是用引導的方法 用問題 但這些問題不要帶有刺的啊 不要啊 你有沒有這樣的 IC會想到這些方法啊 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做到啊 那含有一種指控性在那裡 不要帶著一種任何的指控 總之不要想著 那句廣東話 一口三口一口屎啊 給他一些好東西 但是呢 又刺一下他 我們總是 想著令他舒服些 好了 教導 都需要教導啊 我們一起說啊 我們這個東西不是更好啊 不將人的負面 放在心上 會不會更好呢 就是如果是需要教導 那就跟他說啊 如果我們想正面一點 用正面的方法講一下 會不會好一點啊 正面的說話 會不會令他更加容易改變啊 首先問他呢 他有甚麼方法想到 他想不到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教導了 例如說 你覺得你怎麼跟他相處啊 他想不到 我們就說 這樣你覺得 如果跟他講正面的示威 欣賞的示威 有沒有用啊 他可能說沒有用 那我們就說 如果有人跟你講一些正面的示威 你覺得有沒有用啊 有沒有幫助啊 就是去引導他 基本上引導甚麼方法呢 比如他在這裏 我想去到這裏 他不會一天才去到的 可以逐步引導他 你覺得 你現在面對的困難 是否需要處理啊 如果不處理會怎樣啊 你想不想改善啊 有甚麼方法改善啊 你做不做得出來啊 怎麼做得出來啊 這些就是引導的 一會兒在言訝崇拜 我就有一個小時之內的時間 跟大家應用今天所說的訊息 也都是輕鬆得勝的裡面的 演藥在言訝上引導人 帶領人去改善 而不是用指責的方法 這樣舒服很多的人 然後吩咐 都可以用溫和方在一起做啊 請你幫我洗碗也好啊 我們一齊補清理工作也好啊 這樣舒服很多啊 但有些人說 你洗碗呢 這麼久都不做了 在等甚麼啊 這些說話 就帶有指責性了 有時需要指責 這個真的用暈了 都用不了的時候 需要指責 你只要遲到 你指責會帶有甚麼後果 可以問他 那遲到有甚麼後果呢 你覺得這樣說話會有甚麼感覺呢 這個是含有指控性的 讓他去反思的 總是思想 那有些人說這樣說話很辛苦啊 最重要是要想清楚 但如果不想清楚 後果更加嚴重 你以後還要想很多 才能夠解決那個關係 如果不是呢 以後 他就生氣了 而很多時候 家人就相處了很久了 變了很多的傷害 如果要改變人 效果很低的 是一個 指責 控訴 不好的態度 不理對方的感受 只講自己想講的 太多的指示 是效果很低的 那更有效什麼呢 是靈聽對方 關心對方的感受 關心對方的困難 從對方的角度看 引導對方去分析 引導對方去解決 就是說呢 聽他說話 關心他有甚麼感覺 回應他有甚麼感覺 關心他的困難 從他的角度去看 他遇到的事情 有甚麼困難 他說引導他分析那個事情 引導他解決 那這些是更加有效的 那我想講講呢 有些人以為 鼓勵呢 左邊那些是鼓勵 他以為 你沒有信心 你祈禱多些 他以為是鼓勵 其實呢 你也可以含有指責的 你沒有信心 你祈禱太少 你太難了 那可以怎麼說呢 神肯想幫我們 信靠他就能幫助 即是說 不是說他沒有信心 神佬想幫你 信靠他就可以了 旁邊那邊就說 神佬想幫你 你祈禱他就會幫你的了 他太難了 就說呢 你每次努力做事 我都很喜歡的 我昨天見到你做功課 我很開心的 你可不可以幫我做一件事 即是說用欣賞的方法 更加有效的 這些說話 不是特別指責 是尋有指責 你有否尋求神的心意 譬如有個人結婚 你有否尋求神的心意 那他就是說 那你就是說 我沒有尋求神的心意 那他盡量去用一個方法 去引導他 這句說話密的時候 我們知道 是有一種 即是有一些質疑的成分 但是我們 我們可以關心他 可以關心他 你女朋友有關係 然後你說 我喜歡結婚 那你跟他關係怎樣 在過程中 你怎樣覺得這個人 你怎樣覺得這個人 是神的意味 你能否有一個肯定 你怎樣可以 又見到你的婚姻 即是有一個正面一點的想法 要不是說 你有否尋求神 你有否祈禱很多 你有否祈禱很多 你沒有祈禱很多 可能不行的 那我們就 即是說有否尋求神 我們神有美好的話 我們尋求祂好不好 沒有 你有否得罪神 我們不用這個方法 我們應該在神前 聖招 包括我們自己 都聖招 譬如你說 你有否盡力去做 我們就說 你已經很努力了 但是有些問題 怎樣解決呢 總是有一個正面的方法 另一點就是 提醒未必是鼓勵 大家聽很多說話 以為這些是鼓勵 下次努力一點 你祈禱就可以了 你擔心有慮 沒用的就放手 這些不是錯 不是錯 不過這些知道是提醒 未必是鼓勵 因為這個是說祂怎麼做 鼓勵性的說話 我欣賞你又努力 你繼續努力 你很努力 你已經有盡力 你繼續努力 神起業的 我又歡喜的 神很想幫你 你祈禱 因為祂就幫你了 我知道你沒有擔心 我們一起求神 你不要擔心 有些人就說 你沒有擔心 擔心沒有用的 我們就說 我知道你擔心 這是禁物 我知道你擔心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們一起祈禱 求神幫你很好 那你放手 我們就說 總是宣告神的恩 神有沒有祈禱 很想祝福你 你想給耶穌帶領你 即是用了神的恩典鼓勵 神想幫你 我又關心你 那神給我一個得性報告 大家讀了紅色字 留意 破壞性 聖經觀念 祈禱 選擇 就是甚麼呢 留意到 我們有些傷害性的說話想說 深述這些傷害性的說話 一定有破壞性 用聖經觀念 聖經叫我怎樣做呢 由祈禱、禽主、瀉念和體力量 然後選擇 放下怒氣 講柔和說話 這個 德性報告 有很多問題都可以的 大家可以看著我試試 記得那幾個 留意 我有些憤怒 有些不開心的留意 第二 破壞性還是破壞性 第三 聖經怎樣講 教我怎樣做呢 就是祈禱 禽主、瀉念、禽主幫我力量 接著我選擇聽話 接著我們去祈禱 我們一起去聽詩歌 那我就很希望大家 這個今日的訊息 就因為時間關係不好 詳細講出怎樣做 一間我在一個小時之內的時間 就會跟大家去講到一些情況 怎樣去實際上講一些好的說話 能夠祝福人 能夠鼓勵人 我們一起可以彼身去聽這首詩歌 祈禱說多謝你 因為你愛我們 我們有什麼噴都可以改善的 我們可以處理 我們可以處理和人的關係 我們可以處理和人的關係 我們可以處理和言語 當我們言語上得勝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祝福很多人 主要首先幫我們反省我們的說話 好多事呢 好多不開心 好多不開心 好多露面的說話 傷害了人 在此方就為我們有耶穌的誘和 基意違法 基地 行為神 呼氣 行為神 好麻良 正在有多吧 谢谢耶稣 主要我们可以得胜的 靠着耶稣可以得胜的 再令爱女我要升高 再令爱女我要升高 愿意答案改变 再令爱女我要升高 你是爱 再令爱女我要升高 万不知最终格转 慈慈离 带领着我可升 靠着耶稣可以 перем 靠着耶稣可以 靠着耶稣可以 靠着 commencer 祈祢 带领障或是 我应该耶稣在言议上得识 祝你爱你 我要宣估 以日间改变 祝你爱你 我要宣估 祢是我 祝你爱你 我要宣估 我和天罪最佳主 祝你爱你 带领障或是 开 name so the same 开 name so the same 终于像 prediction integration外回的信 开 Land so the same 开旭来朝迈 我知主人更豐富 仙慈离 太陽就好達成 看著耶穌 達成 看著耶穌 達成 總之生命高著 全國會 達成 看著耶穌 達成 看著耶穌 達成 看著耶穌 達成 我知主人更豐富 仙慈离 太平常達成 仙慈离 太平常達成 仙慈离 太平常達成 大家可以看到耶穌幫助我們 每一個靠著耶穌得成 不要在原意上 比魔鬼流地步 不要在原意上 傷害人 以致他們很濃烏 主耶穌幫助我們 講柔和的說話 欣賞的說話 提升人生命的說話 就算多人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不是罵他們 我們不是罵他們多些 他們就會聽話 當我們欣賞他 鼓勵他 接入他的時候 他更有力量 求主一次給我們耐性 愛心和智慧 多謝天父 耶穌在時 和我們講恩賞的說話 祂幫我們 在這陣子裡接受 當我們真心想改變的時候 你很開心的 你天才很開心 當我們真心想說好的說話 真心想改變 神是很開心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提到奉主耶穌聖命 阿慕 多謝主 祝福大家 能夠開始說 忠福人的說話 也待會留下我們 可以一段時間 講一下怎樣的說法 來理解 不得了 心想改變 不得了 神聖命 這次好 靜音樂 靜音樂 不得了 神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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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